北市疫情連環報包含了現在我們在這邊中正區的國小可以看到現在篩檢車就是已經始度出來 其實剛剛就是來幫忙篩檢師生總共是有94位 衛生局裁檢車進駐確診的外聘武道老師是按23258 29號晚間接獲確診消息立刻通知校方 因為他是我們其中一位武道班的編武老師 所以他在後台會跟學生比較密切的接觸 我們這三個班我們目前就是採預防性的停課 據了解這一名老師是桃園個案 每週都會到羅東國中監客 和另一名助教案23275以及還沒練案號的老師 在桃園開設武道訓練班 助教先出現症狀後武道老師也有喉嚨肝的情形 後續採檢確認CT值13.1 他還有到補習班任教 目前篩檢了將近84個人 那補習班是5個 來自5個學校9個學生 所以在補習班進行擴大採檢 同樣在中正區也有一間國小富幼學童確診 校方要停課10天 另外在大安區國小則是一名自優班老師確診 和中和案足跡相關 匡列接觸者26名學生三位老師 因為跑班教學全校816人擴大篩檢 自優班老師嘛 那他教的學生有跨班級 那也有到我的班級上課 而中山區某高職則是一名學生確診 他是先前染疫的外籍看護 雇主女兒CT值僅有14 全校匡列40人 裁檢464人都是隱性 他是一個家戶內感染 應該是一個先被感染 那再傳染給其他兩個 比較可能啦 但是哪一個是第一個這樣看不出來 感染源在哪還不知道 另外世新大學也有一名學生確診 消防說明選修課程一律停止實體授課 直到4月8號 目前還沒列暗號 校園疫情燃燒 北市足跡也很多 校園社區多點連環報 也讓疫情又回到緊繃時刻 T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